赵元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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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那个 中州来的纳生姑娘吗 你 你是 我是 全仙的于长老啊 于长老 你是教人没错了 但你怎么证明你是于长老呀 哎呀 你看 这是我的全仙项链 是的是的是的 是跟元熙的项链还挺像的 怎么样 给 我没骗你吧 不好意思啊 于长老 因为平时西京大叔有跟我说过 让我多加小心 我刚才也就多问了几句 哎 对了 于长老 颜熙为什么不自己来见我啊 他现在非常地忙 烧烛又为以他重任 他呢 一时半会儿又走不开 可是他心里呢 又十分地惦记着你 所以啊 他叫我今天来接你去 与他见一见 今天跟他见面 去见颜熙 对呀 那行行行 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好 哎 那生姑娘 对不起了 我也是为了权限 于长老 颜熙平时都跟你说我什么呀 天天说起你呀 那生遇到危险了 那生遇到危险了 殿下 那生遇到危险了 大司命 快打开水镜 查看那生位置 大司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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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什么喊 于长老 你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 沧流人诡计多端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 他没事吧 他只是晕了过去 我们快走吧 你和沧流是否已经谈妥了 我通知诗鹏 在十里亭相见 到了那里 你就先带着他躲起来 待我与诗鹏立下血气 你再出来 如果他不愿意递劫 那你就带着他 先走 那您呢 你就不用管了 颜辛 西京将军 你怎么来了 我 我们刚要去找大生 他没来找你们吗 谁这样 殿下 你怎么来了 大生出事了 什么意思 我在水镜中看到 被他们玄仙的长老 给带走了 难道是俞长老 你们为什么要出卖纳盛 苍流以娇人为威胁 若是不娇出纳盛 就杀掉关押的娇人 二位 我们局武议要背叛联盟 出卖纳盛 苏魔呢 正在闭关 闭关 我是苍流少将军宇焕 奉施鹏之命前来 我约见的是 施鹏大人 交个人无须施鹏大人亲自过来 若是我们 将持皇天者交于你们 你们就停止一切杀戮 此话当真 当然 我们只要吃皇天者 无意牵连犬仙 口说无凭啊 那不知于长老 如何才会信任我 为表诚意 我们带了几个娇人过来 你们少主呢 我有要事 要立即见他 我们无意冒犯 让开 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擅闯我权仙大营 我是空丧太子 真兰 你就是空丧的太子 我们少主有命 出关之请不见任何人 请回吧 纳生被带去苍留 可是苏魔的意思 若不是他的意思 你们又怎么能擅作主张 苏魔又怎会避而不见 这个就是猎之术的力量 你也跟那些 想要获得力量的人一样 即是选择毁灭自己 我想要的 你是根本不会动的 去吧 那就立血气 以成此诺 若有违背 天神诛之 血气已下 血气已下 放人 那现在 可以把黄天持有者交出来了吗 把人带来 你 你想干什么 玉长老 你 来来来 玉幻 我想了血气的 你当真就不怕吗 玉幻 一个小小血气 你能够承受住的对吧 走 这边 快 你 皇上 出池皇天者 其余人 格杀勿乱 京城中最强大的力量在何处 天溪 你保红纳盛先走 蓝霞 又护送他们 走 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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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下 大声 殿下 西京将军 怎么回事 太子哥哥 你快去救白衣姐姐吧 他们好像被苍略人抓住了